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也是持续了整整 已经超过10天 我们每一天都focus的 加拿大卡车司机反疫苗抗疫 串联蔓延到美国 就加拿大来说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反疫苗抗疫呢 已经隔海找到了呼应者 上万名南法的民众 隔海呼应也主持了一个自由车队 说要到巴黎抗疫瘫痪交通 法国另外一个焦点是 最新的总统大选民调出炉 主张环保跟各种平权的 左翼众多候选人 跟打着反移民大旗的右翼候选人 在各自阵营里面都先要先 激烈厮杀寻求出现 目前民众满意度最高的 还是现任总统马克宏 说到自由 法国人绝不落人后 为了隔海声援加拿大卡车司机 反疫苗禁令的抗疫活动 南法上万民众也自组 法国版自由车队 要前往首都巴黎瘫痪交通 然后再开往欧盟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 其实法国关于戴口罩与疫苗通行证的各种限制 也不过就是去年开始 各种防疫禁令也影响南法观光旅游业的收入 民众满腹怨气 有抗疫就来 但巴黎警方颁布特殊禁令 民说不欢迎车队开进首都 为者将面临有期徒刑 与数千欧元高额罚金 对抗疫的基层民众来说 无疑是祸上添油 怒气越烧越旺 2018年黄背心运动以来 法国社会分裂一发明显 人人对自由平等定义不同 对疫情下收入锐减的困境 也有不同归因 而简单归咎于移民抢工作 坏治安的右派民粹主张 近来得到不少人认同 法国总统大选将于4月10日 举行第一轮选举 若没有任何人得票过半数 将有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 在两周后的第二轮投票定胜负 极右派民族阵线领袖勒鹏 目前得到17%名义支持 稳居第二 这位资深右翼女将 诉求退出北约反移民 听在肤色不同的移民耳中 有点刺耳 另一位右翼女将 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佩克雷斯 主张大砍公务员人数 拉高退休年龄 支持度下滑至15% 退居第三 紧追在后的是 全无政治经验的政治名嘴 有法版川普之称的泽木尔 多次因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 遭法院判罪 还曾经说罪犯都是黑人与阿拉伯人 未成年难民多半是小偷与强奸犯 泽木尔是来自北非前法国殖民地的犹太裔 自认正宗法国人 占总数约三分之一的 法国右派铁票选民会如何选择 将决定谁能进入第二轮选举 相对于右翼高调的民族主义言论 左派候选人们 理想主义色彩就比较明显 但民调都相对落后 教师出身多次参选的左派老将 不屈法国党创办人梅兰雄 目前有10%名义支持 得到6%法国民意支持的 是来自法国海外省龟亚纳 平权色彩浓厚的前司法部长陶比拉 绿党候选人 欧洲议会议员贾多 以及西班牙移民后裔 巴雷市长伊达哥 目前都只有个位数百分比的民意支持 法国总统大卫 若被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 右翼候选人拿下 是否会让移民与社会融合问题 更趋恶化呢 目前民调声望最高的 还是立场中间偏左的 现任总统马克宏 忙着走访民间 处理国内疫情之余 还要斡旋俄国与乌克兰间的危机 马克宏至今仍未松口要参选 不过目前他得到24%的民意支持 稳居守卫 各界都紧盯年仅44岁的他 是否会成为20年来法国首位 连任成功的总统 TVBS新闻综合报道